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時觀眾跟粉絲網 掃描QR Code訂閱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川普跟拜登 現在進入最後的殺戮戰場 那這一次呢 川普本人在共和黨的全代會上面呢 事實上洋洋灑灑講了 下一任的這一個最重要的任務 那最重要的戰場 仍然是中國戰場跟中國的議題 同一時間他也表示 下一個四年的任期 絕對會對中國更強硬 同一時間他在攻擊政敵的部分呢 一方面把拜登貼上 中國拜登的標籤 一方面強調 美國隨時可以脫鉤中國 而且呢 中國竊取了美國大量的資產 而如果拜登當選的話 中國將會直接接管美國 這一次呢川普跟相關的共和黨也表態 台灣絕不能讓 然而就在這個同時呢 外界關心的是共和黨內部的鷹派呢 現在預言的是下一輪的金融帖幕 很有可能將中國踢出美元結算的系統 那這一場美元發動的戰爭 會不會在未來70天之內看到呢 事實上外界觀察 疫情時的川普呢 陷入了焦灼 然後他跟這一個拜登兩人 在民調的差距上面也陷入焦灼 川普今天事實上還公開講 中國的病毒害死了美國人 這17萬5000條人命 要有人負責 然而呢 這個疫情也還在變化 香港事實上傳出有一個案例呢 四個月前感染第一次肺炎之後呢 四個月後感染第二次 而且香港的媒體追蹤報導 他兩次感染的病毒株發現是不一樣 所以外界擔心 反覆的感染會不會造成 將來疫苗的有效跟持續性的 這一個很大的問題跟挑戰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好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 法律專家宋承恩 大家好 再來是台大醫師李斌醫師 大家好 再來是通識中國研究員 同時是台大政治系榮運教授 明居正老師 大家好 再來是吳嘉隆 大家好 再來是文杰 大家好 再來是陳情專家王以龍 大家好 好 我們先看川普接受扶持的 這一個主持人專訪的時候 除了回應 一旦中國武力攻擊台灣的話 會不會將中國踢出台灣之外 事實上中國議題是 這一次專訪當中最核心的議題 好 明老師 剛剛看到的是川普說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像中國這樣剽竊美國 然後他說 所以剽竊了數千億的美元的資產以上 同時他強調 如果拜登當選 中國將接管美國 然而這一次共和黨的拳代會還在召開 那先前是民主黨的拳代會 事實上刪除了一中的政策 對 因為我們曉得就是說 大概每四年差不多這個時候 兩黨分別推出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然後提出他們新四年的政綱政見 那麼也就是說 雙方要去整理 第一 過去四年來 我們做了什麼事情 第二 我們要面對當前的國際局勢 然後告訴美國民眾說 我們大概現在最關切的問題是什麼 換句話說 雙方要選出一個選戰的主軸出來 那麼雙方選的時候 有的時候一樣 有的時候不一樣 那麼現在看起來大概就是說 前面原來川普是想說 如果都不發生別的問題的話 那我拿經濟成就呢 就可以來選舉 結果沒想到爆發了武漢肺炎之後呢 那這個它的東西好像成了泡影 它就必須另外找個題目 那麼剛好呢 中共的這個勢力不斷擴張 然後中共在各地方呢 開始這個提高了它的戰略這個聲勢之後呢 對美國來說呢 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把這問題呢 就慢慢就擴大了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就是 民主黨 共和黨呢 大體呢 都把這問題呢 當作一個主軸 當然我們必須說 就共和黨呢 似乎是比重大了多 民主黨比較少 不過因為這個兩黨相爭呢 它挑出個題目出來 所以我們就特別看了相關的部分 當然還有一些部分 我們將來還是可以詳細談 這次目前我們看到的比較引起注意的呢 是民主黨黨綱的一個變化 我剛剛不是說四年要調整一次嗎 那麼四年前呢 民主黨黨綱呢 就講說這個信守一宗政策或一宗原則 然後這個信守台灣關係法 對台灣的承諾等等 那麼這一次我們看到 對台灣關係法的部分 他們是保留的 可是他卻把那個一宗那個部分呢 一個中國的部分呢 就拿掉了 當然有人說這個他反正 這個拿掉沒什麼差別 因為有台灣關係法 而台灣關係法裡面講的就是一宗原則 然後台灣關係法裡面 把台灣地位講得上再低一點點 只是這人民對人民的關係 是沒有錯 可是呢 過去有的東西 你一路保留下來 大家不覺得什麼奇怪的地方 過去有的東西 你現在突然把它拿掉了 剩下一個東西 那之後你就顯得比較突兀 再加上在今天的情境下面 我們剛講說 你前面講說這個 川普呢 最近在講了什麼 又說可能會 鷹派可能講說 或者金融戰爭或美元戰爭 戰爭對抗中共 所以在這個氛圍下面 民主黨怎麼回應這個問題呢 就變得比較敏感 變得比較嚴重 過去呢 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三四十年呢 它有幾個有利的條件 第一呢 就是相對來說沒有開發 沒有融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國際體系 等到01年真的參加了這個世貿組織 它慢慢進來 然後開始高度開發之後呢 它的所謂的工業化的紅利用完了 土地啦 人工啦 跟著資源啦 價格上漲 所以當價格上漲的時候 外商跟外資呢 就倾向於離開中國道路 到更便宜的地方去 所以這麼一來的話呢 經濟必然下行 在經濟下行的同時沒有多久 等到川普上台之後呢 開始打貿易戰 然後爆發香港問題 再爆發武漢肺炎 再加上大水 所以經濟是一定往下走的 這幾乎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些問題只是走到多嚴重而已 然後它能用什麼辦法來恢复 所以現在我們看就是說 它要找到一個新的拉動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或者是比較困難 原來我們想的是說 它可能會挑華為啦 中芯啦 5G啦 或AI這東西就會新的拉動的火車頭 那這個設計呢 大家被美國看懂 所以美國後來就著重打東西 然後著重打2025 在中國製造 也就是把它下一條路給封掉了 那麼如果說雙方公平競爭 那你說美國當然沒話講 然後美國現在的 你從 大概從2018年 川普就講說他們對我們是進行不公平的貿易 就像剛才這個你那個視頻上面講的 他說他們是對我們剝奪跟掠奪最嚴重的國家 幾十年來拿了多少億多少億 事實上每年就幾千億了啦 你這樣算幾十年下來 那個數字天文數字 所以他把這個當作競選組織之外呢 他也告訴大家說 其實就是不管這樣 他我當選不當選 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那問題是大家怎麼看 習李王呢是2012年上台的 而習近平跟李克強呢 是2007年呢 進了常委去當储君的 就慢慢培養 因為中共這個做法 簡單算是五年的培養時間 在那個時候我們就看到說 其實在這個之前呢 大家要挑習近平之前呢 其實原來不是挑他 原來前面一個是胡錦濤嘛 胡錦濤更喜歡共青團出身的李源潮 而江澤民呢是幕後垂簾聽證的 他更喜歡薄熙來 到最後呢 這個胡錦濤跑去找江澤民說 那咱們倆妥協 就妥協出了習近平出來 所以習近平妥協出來之後呢 因為他當時世故利弱嘛 要奪權就發動反貪腐奪權 就像我們預測了一樣 反貪腐奪權是固然奪到權力 但造成了很大的反對派 所以反對派這幾年來 一直處心紀律要打他們 那麼過去呢打了一個主軸呢 打的是王岐山 外界很多人看不懂說 王岐山反貪腐反得這麼強 你怎麼敢打他 就是因為反貪腐反得強 很多人都恨他 所以反而好打 所以原來希望說把習李王這鐵山就把他打掉 第一個任期也就是12年到17年呢 看起來這鐵山腳非常強固 我們看到問題是好像第二季開始呢 17年之後呢 好像鐵山腳開始有點鬆動 那最主要的核心就是看起來 習近平呢在第二任這個連任之後呢 好像對經濟事務過問比較多 所以當時有很多傳說 就把這李克强經濟全就奪走了 那麼後來又說 他又把全部又讓回來 但是呢 我們就陸陸續續聽了一些不合的傳聞 那我們節目大概就前幾個月子 陸陸續續講下來 就是習李不合的傳聞呢 好像越來越多 一個就是李克强在人大上面 不是報告說 六億人收入很低嘛 就跟著習近平的小康社會呢 就直接衝突了 那再來又有李克强就說 我們現在的疫情很嚴重 所以我們要這個搞地攤經濟 就地攤經濟呢 被黨媒封殺了 然後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呢 也極力反對 然後李克强又改口提出了 中小為企業 然後呢 黨媒又不呼應他 這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上次我們大概就差不多 一两个月前吧 我們在節目上講說 北斗卫星系統那個啟用典禮 然後就要喊 這個唱名的時候 唱到習近平呢 大家起來鼓掌鼓了半天 唱到李克强的時候 本來大家以為說 還起來鼓掌鼓了半天 結果講完之後 立刻就講韩正 他站起來站了一半 扣才沒扣完呢 就乖乖坐下 所以大家覺得 這像是一個粗丑的動作 所以大家比來比去看說 好像這個報導一點 不太對勁了 8月份在勘災的時候呢 好像事情變得更嚴重 8月18號 習近平去安徽勘災幾天 然後這個西幕 幾個媒體呢 連篇累讀了報導 但是呢 8月20號 李克强去重慶勘災的時候呢 好像黨媒呢 都沒怎麼報導 他 習近平去勘災 後來網民看到一些事情 習近平去的地方呢 好像都是乾手乾腳 然後 李克强都是這種畫面 服裝是光鮮亮麗 雖然穿了個白衬衫 穿了黑色長褲 但李克强的幾個畫面就是 一腳高一腳地踩在泥泞裡面 那給人感覺就很不一樣 好了 那這樣就大家覺得很奇怪了 好 那所以大家就回想起來說 好像幾年前就聽說過 王滬寧曾經下令過說 今後凡事有關 李克强本人的新聞 都不能上頭條 即便習近平那天不上頭條 李克强都不能上頭條 好了 所以有人就注意到這個 好 譬如說8月21號 人民日報頭版 頭版頭 習近平在京曲軍隊什麼什麼 頭版二 我國隊一帶一路什麼 頭版三 走向我國小康社會 頭版四 才是李克强簽署了一個什麼東西 還沒有講說他勘災 而李克强開這新聞呢 外界不是看不到 在什麼地方看到呢 在國務院所主導的 中國政府網的總理 這個欄目裡面才看到 連續看到幾篇呢 連續看到四篇 而奇怪的是 這四篇呢 在這個人民日報也好 在新華網也好 然後在這個央視也好呢 都沒有報導 這都是不正常的現象 到最後終於出來了 什麼時候來呢 三天以後才出來 三天之後呢 央視的這個新聞聯播 23號 就你剛剛秀出那個 他踩在泥巴裡面 去撥玉米那個 好 出來了 排在第七條呢 排在第四條 好 然後 但是到當天晚上 九點鐘的時候 新華網就報導這個事情了 人民日報還沒有報導 再過一天 到24號 人民日報呢 才報了 雖然在頭版 但在右下角 很小的篇幅 報導李克強曾經到重慶去考察 照理說這麼大新聞通常是當天報 最晚最晚是第二天報 沒有理由做到第四天的 所以這樣看起來情況就比較嚴重 所以回想起這麼幾年下來呢 應該說開頭三個人是鐵三角 到了後面的時候呢 可能有人開始挑撥 但是呢 沒有發生什麼效果 到什麼時候發生效果呢 我們政治學家常常講說 權力使人猜疑 權力使人瘋狂 我們不常常這樣講嘛 對不對 絕對權力使人絕對瘋狂 好 那問題就來了 所以如果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的預測 我們分析呢 目前看起來之前大體都對 也就是說 有這麼多人 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 反對習近平 然後去想辦法去 謀奪習近平權力 習近平心裡是非常緊張的 他壓力非常大的 所以逼宮的傳聞呢 不時流露出來 我們看到這次北戴河會議呢 也傳了不少這種消息 那回頭去看 我們覺得說 中國歷史上的 這事情並不罕見嘛 劉邦不是這種人嗎 朱元璋不是這種人嗎 毛澤東有這種人呢 所以會不會有一種可能就是 當習近平他爬到了高位的時候呢 他開始懷疑 跟他打天下之批功臣了 所以這些人慢慢就推远嘛 慢慢就放逐了 或慢慢就冷淡了 那麼比較奇怪的一個觀察 就是8月19號 香港的明報一個專欄 叫中國評論 那個專欄呢 過去很長時間呢 常常是幫中共的當權派 去解讀時事的 他這次出一篇文章叫做 黨內誰在反習 大家注意標題啊 有反習對不對 黨內哦 不是黨外哦 黨內誰在反習 然後就說 在今年北戴河的休假期間 外界傳出 不知道誰是外界 黨內有勢力倒楣 其中李克強被點名為代表人物之一 這話是非常奇怪的話 要麼就是幫他闢謠 要麼就幫他丟出來 準備要動手了 所以我們還可以往下看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川普接受服飾專訪的時候 直接講到 可以隨時跟中國脫鉤 現在外界關心的是 下一輪的戰爭 會不會變成是貨幣戰爭 美元會不會踢出 中國的這一個相關 應該說中國會不會被美元結算體系踢出來 那於是中國一方面也超前部署了數位金融貨幣 然而另外一方面究竟這一輪的金融戰爭 會不會川普發動動手 好 常安剛看到的是川普的訪談 川普另外一方面在共和黨全代會通過他跟彭斯搭檔 角逐的這一個這一次的總統大選的連任 另外一部分他在這一個下一任的總統大綱當中 提及至少還要再把一百萬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 帶回美國 沒錯 這次的共和黨的全代會是一個戰鬥的全代會 根本沒有懸念 336個黨代表一致都通過 就是川普跟彭斯搭檔競選 然後我們等著看禮拜四的那個 他要從白宮的草坪 川普要發表他的接受提名的整個演講 川普其實大打經濟牌 可是通常像民主黨現在是說 我們要跟中國經濟上面合作 你可以想見中國這麼大的經濟起 當然他要跟他合作 經濟才搞得起來 川普完全反其道而行 就是說我們打經濟牌 美國要更強大 就是跟中國經濟上脫鉤 這是一個讓中國聽到會不寒而栗的事情 第二個事情是他說中國要為疫情的散播要負完全的責任 所以趙立堅已經講說拜託拜託 美中的合則分 就是說我們的合則兩立 所以說美中應該要合作 然後川普要糾正錯誤 這是顯示他內心的這種懼怕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政綱 這個政綱非常的好玩 他叫做fighting for you 就是為你爭鬥 為你而戰 為你而戰差有十個大領域 比如說我們講一下重要的 比如說經濟上面 我先打一個操 他第二任的政綱 經濟上面說要減稅增加就業機會 他第一任是這樣 也是這樣 他一上任他企業的這個所得稅 然後他的富人稅都減稅 他甚至給Apple那一種全球化的企業 一些這個減免優惠 然後讓你把錢搬回中國 然後你不要在地球上隨便亂逃稅 那我非咖條款絕對追稅 追到天涯海角 所以減稅跟這一個增加就業機會 第一任就這樣做 一直到今年發生疫情之前 美國的失業率創下了50年來新低 然後美國的股市 美國的經濟數據 創下了半個世紀以來最高 所以在今年發生疫情之前 他經濟的主軸的政策 右派政策 他是貫徹到底 然後再來 他這一次跟上一次論述一樣 美國優先 反正就是讓美國再度偉大 沒錯 好 那這一次比較麻煩的是卡到疫情 所以他承諾的是疫苗跟醫護 跟整個產業鏈跟正常生活 通通2021都要歸隊 如果你問他 他一定說我已經在做 他已經放入大批的金錢 去支援疫苗的研發 並且重新整給醫護的 這個provision 給他的供應 他已經在做 他會繼續做下去 然後為什麼他說到做到 剛剛您說的那個減稅 他做了 而且他說要讓美國強大 美國優先 包括盟邦都要負擔軍事費用 對 那他也做到了 包括跟德國 跟這個北約國家 這個收取更多的金錢 包括跟日本韓國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中國牌 其實是狂打中國牌 這個fighting for you之後的是說 ending our relations on China with China 就是說我們要跟中國要結束關係 就好像說 要離婚 對 要離婚 沒有 你沒有看過這種政綱的 就是說我要跟中國結束關係 切斷關係 現在這上面都是他的原文的 原文非常簡單 很好的英文 而且這個原文也不是我們 我們把他拿出來討論而已 非常親二處的英文 那第一個是說要從製造業 要把海外製造業 要從中國帶回 一百萬個製造業工作機會 回到美國 是人的工作 第二個是企業 企業如果把工作機會 帶回美國的話 你可以稅收可以抵免 可以減稅 第三個是產業 特別是重點產業 比如說醫藥產業 機械自動化產業 就機械人產業 醫藥產業他們受夠了 就是這個製藥業 通通在中國生產 通通中國拿來 他要挾他 他要帶回來 同樣一樣 百分之百減免 減稅 最後是這個 以政府力量 如果你呢 你是把製造業 外包給中國的企業 我聯邦政府 不給你合約了 同樣運用政府力量 來叫你拿回來 最後一個是說 中國必須為 把病毒散播到 全世界負完全的責任 說到做到的話 就看他怎麼做 這是脫鉤 完全的脫鉤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川普的選情 我們上次提告 川普幾張牌 是值得觀察 第一個是中間選民 跟基本牌 白人的選票 第二個是經濟牌 第三個是恨他的人多不多 有沒有人會因為 恨他而去投拜登的 然後搖擺州 跟還有西班牙語系的選民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幾個 值得特別注意的 第一個是民調起來了 我們都知道 他已經拉近到 百分之十個 百分點以內 那麼雖然是這樣 但是所以你對照 2016年 2016年大概八月的時候 還有三個多月的時候 他跟希拉有差距 也是落後百分之九 對 所以但是最後他贏了 好 所以這個還有的 還有的看 第二個是基本盤回來了 就是白人對他的支持度 上升了百分之二十 然後這百分之七十 美國選民是白人 所以白人選票是重要的 那麼第三個是選戰炒熱了 那麼各位看到 上禮拜是民主黨的全代會 這禮拜共和黨 然後雙方都開始熱切 覺得說我要來選舉的 都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 然後大概百分之二十七的人 的共和黨是樂觀的 覺得說我們會贏 所以他的基本盤是回來了 選戰也炒熱 經濟議題的話 向來是他的強項 百分之四十八的人 認為信任川普 處理經濟問題 信任拜登的只有百分之十 中間選民討厭建制派 所以中間選民反而欣賞川普 這種不按牌以出牌的 這種新的一個作風 所以百分之二十二的人 其實支持川普 然後希望共和黨 掌有國會的 百分之四十二的中間選民 是支持共和黨 然後恨川普人其實減少 2016年的時候 他的喜歡度只有35% 現在大概一半一半 恨他的人有一半 喜歡他的人有一半 然後但是呢 討厭民主黨的 從百分之四 16年百分之四 討厭民主黨有百分之八 double了 討厭共和黨的 從百分之二十一 降到百分之十一 所以選票 討厭川普的人來說 其實他的力道在減小 然後搖擺州 搖擺州是上一次 希拉蕊的痛點 因為希拉蕊拿了 百分之四十八的選票 川普只拿百分之四十六 可是兩個人的選舉人票 差了七十票 所以川普如果能夠 顧盤特別是對於搖擺州 比如說佛羅里達 亞利桑那州 還有西語系的人 那麼西語系的人 他的支持度是往上升的 從四年前百分之二十八 升到百分之三十一 所以這幾個經濟牌 基本盤 搖擺州 都是我們值得去觀察的 所以從雙方現在的 這個發展來講的話 選情是很緊繃的 從絕對數字的 這個全民調來講 拜登領先 可是從搖擺州 跟經濟牌的 這個發展來講 川普有力 還有基本盤 跟中間選民 對 川普另外一個有力是 他有現任者的優勢 那現任者還有七十天 還可以有相當多的 相當大的話語權跟資源 所以這一個選情 到最後很有可能 以今年的狀況來講 美國內部還在吵 那給不給通信投票 所以搞不好 今年我們會看到 投票投很多天 然後開票也開很久 有可能 有可能這個選制的問題 是一個值得談的問題 但是川普向來的做法 就是先製造爭議 然後去留著後路 可是我必須說 美國現在內部 所有的郵件跟Fedex 真的都delay 都沒有在三天七天到貨的 都是兩三週為單位的 所以一旦是郵件計票的話 他最後的收票 真的有可能 到最後收到兩三週 然後他才收起票 所以搞不好 我們會見識一個 史上最特殊的投票跟開票 而且時間可能拉到 非常非常的長 不可預期的一個因素 對 今年的選舉 是非常非常值得密切觀察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川普跟拜登的鬥爭跟競爭 剩下關鍵70天 那川普整個核心主軸 都在中國議題 一方面訴諸 美國內部的反中選民的選票 另外一方面 中國拜登當然跟拜登 中國連結在一起 那川普希望以此為選戰的主軸 贏得爭取連任 可是外界觀察另外一輪的攻防 很有可能是在貨幣跟金融的戰爭上面 對 我們客觀的講 美國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將美國在對付中國的大國崛起 當然要削弱中國的綜合國力 那這個叫做經濟戰 要做經濟脫鉤 經濟脫鉤裡面我們看 製造脫鉤跟科技脫鉤 對美國的企業來講 是有成本的 不是穩贏的 要付代價 可是金融戰的話 就是美國的決殺手段 美國是穩贏的 所以我們估計 將來這個戰線 一定會拉到金融這邊來 那麼要看出美國的決心的話 我們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美國要把香港的 這個金融穿過這個功能 封閉起來 取消它的獨立貫稅領域地位 然後削弱香港的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從香港的下手 美國這種下手無情 可以看出來 美國打金融戰的決心 有多堅定 那我現在來看一看 在金融選項裡面 美國有五個核彈級的 這個選項 前面兩個 比較我們不能免俗的 會提到 這媒體討論最多的 第一個 切斷對香港的美元供應 動搖金融市場 對港幣的信心 然後香港的外匯儲備 就會不夠應付 這個換匯的需求 最後聯繫匯率制度 會撐不下去 好這第一個 一旦這個事情 發生的話 港幣跟人民幣 都會大乎貶值 第二點 就是把香港跟 中國的這個銀行 提出美元結算系統 讓他們不能為客戶 來進行美元的 賄賂費出 目前中國人民銀行 手上的外匯儲備 就是帳面上的扣除 那個外債借來的 那麼這個部分 已經不到一兆美元 這裡面還包括 外來直接投資 可以撤走的 還包括你要維持 兩個月的進口所需的 所以真正可動用的 其實不到兩千億美元 那這種情況下的話 要你所在的話 他根本是金融上的 很大的壓力 那我現在說一下 這個所在背後 有三個玄機 第一個 如果中共不繼承 中華民國的債務的話 你就不能再宣稱 一個中國原則 也就是說 你要講一個中國 可以拿錢來買 第二個所在背後的玄機 就是推動立法 來取消中國的主權貨品 讓那個美國民間投資人等等 可以對主權國家進行索賠 那麼第三個 如果中共要賴債的話 那麼美國可以注銷 中國手上的那些國債 中國手上不是有 美債大概1.2兆美元左右 那如果你不還我的錢 我可能就把你 欠你的錢也把它注銷 這個有三個可能性 那第四個金融核彈 就是對中共高官 進行金融制裁 那麼現在下一個問題 就是中共能不能繞過美元 這是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談到數字貨幣 最近在流行這個話題 數字貨幣是這樣 只能在國內發行 國際上沒有用 因爲什麼 因爲任何一個貨幣 不管你什麼形式 重點是他被對方接受 所以我拿了這個貨幣以後 我可以接下去買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接受人民幣就好了 幹嘛接受數字貨幣 第一個 它的一個效果是 把貪官藏起來的現金 逼出來市面流通 因為到時候用數字貨幣的話 你那個現鈔可能會有問題 第二個 它等於可以對個人 做社會監控 比如說如果你是违背國安法 什麼有犯罪行為 它把你的數字貨幣鎖住了 讓你不能做交易 第三個 它沒有足夠的貨幣發行的監督基礎 這裡加個零 那你扣個零 你私下大量發行 我也無從真的做監督 再來 微信支付跟支付寶 這個東西 讓你在國際交易的時候 繞過美元 所以美國為什麼要進那個微信 道理在這裡 所以根據這個邏輯 它會對付支付吧 因為不要你在國際交易的時候 繞過美元 再來一個第三個是 中央銀行對中央銀行 做貨幣互換協議 它可以可能用這個辦法去 拿人民幣去換別的國家的貨幣 來繞過美元做交易 然後對伊朗北韓 委內瑞等等的話 可能進行物物交易 你拿石油來護我 我給你什麼東西 進行物物交易這樣子 那問題是這些手段 都是比較輕微的 它真正問題是 它沒有辦法繞過美元 是因為它要買能源 買糧食 買晶片 買機器設備 都要用到美元 好 那我問一下老王 同一時間 習近平不斷的鋪陳的是 內循環跟數位貨幣 那萬一最後關門鎖國 走到那一天 那就真的是不斷的 尋求內部的自己跟自主 對 因為內需市場 是不是他最後能夠倚靠市場 不過習近平昨天 特別出來講 我們不能只 這是習老大自己講 他說我們不能只靠內循環 我們必須還要透過外循環 形成所謂的雙循環 上次講的就很像冷氣一樣 裡面要冷 外面也要冷 那這個大概就是 他有提到生產 分配 交流跟消費 這個四個 來完成所謂的雙循環 其實是必要的 因為如果你這個外面出不去的話 只有內部的話 裡面是多會吃 也不太可能 那如果裡面滿足了 外面總是外面 你總不能鎖國 也不做生意 所以告訴大家是雙循環 不過這個會議有個特別事情 因為剛才提到 他們兩個 他跟李克強裡面有心急 這個會議 並沒有提到李克強有參加 提了一堆大罐都有參加 就是沒看到李克強 因為李克強可能在勘災 所以這製造一個對比 一個在講話 隔離 那個分散風險 對也有可能 對 那再來講一個事情 剛才提到這個數字貨幣 深圳人現在傳出一個消息 網路上的消息 說深圳人賣了一個房子 他去賣了 網上賣了一個房子之後 他居然收到了數字貨幣 重點是 他這數字貨幣要拿去兌換紙幣 又不能兌換 拿去要賣給別人 也沒有人要 那結果這個事情 就在網上激烈的討論 因為如果是這個樣子 我看大概沒有人 要用這個數字貨幣 所以中國官方最後有出來 他有出來辟謠說 我們這個數字貨幣 是可以一比一兌換成紙幣的 然後而且我們是 現在還沒有發展到 可以讓你買房子的 但是我認為 會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 當然就暴露了 中國人民對於這個數字貨幣 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 其實不高的 因為他們還是存在過多的擔心 網路如果是你 你要一套深圳的房子 還是一個賬上的數字貨幣 數字貨幣應該叫大哥說 對啊 他自己就是監控你 百分之百監控 他隨時扣留你的這個數字貨幣 都是有可能的 你紙幣還有辦法藏 房子至少可以睡 至少可以藏女朋友 至少可以養小孩 對對對 我已婚了 是不太能藏女朋友 但是我跟大家講 所以要特別注意重點 數字貨幣是反映了 反映了這個中國人民 對他的疑慮 那接下來往下繼續看下去 現在我們知道 全世界在夯了兩個生計 一個是IC設計跟生計 那中國其實你要注意 他未來最被拘以厚望的疫苗 我們知道美國叫Moderna 那英國人家叫牛津大學 那中國就是康熙諾 而且已經傳言說 康熙諾已經運用在 這個解放軍軍隊上面 那你可以發現 但是這個疫苗廠 其實不要說中國 這個康熙諾 我們過去看 他幾乎都是沒賺錢 今年上半年也虧了大概四億的台幣 大概一億人的民幣 那這種公司是期待什麼 他當然是期待明年 我的疫苗能夠上市之後 然後能夠發財 這個就跟Moderna一樣 底下也沒有任何產品 大家現在都在賭這一刻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繼續來 針對這幾家疫苗大廠來做探討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關於中國的疫苗 現在有傳出一部分消息說 中國有開始在替一些人打這個疫苗 那這些人就是要出去 未來要出去國外工作的人 那有一說是說 他們必須要求他簽署這個保密協議 因為這個疫苗 可能還沒有經過完整的第三期臨床 那他現在就叫你簽的話 可能說萬一出事了 那是代表是受試者 願意去試驗的 不是我逼你去的 所以我們看到 中國有財經專家跳出來說 這可能這一批人 他本來本身是不想去打的 但是也變成是白老鼠的樣子 他是被要求要去打這樣疫苗 所以要簽這個合約 那如果我們看到全球這個狀況 疫苗為什麼那麼重要 全球疫苗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國內部距離大選只剩下70天 川普會不會打到金融戰 美元戰是外界關心的重點 不過疫情的發展跟疫苗的發展 影響著年底之前的金融市場 剛剛老王講到中國 拼的是康希諾 那全球的疫情跟疫苗 事實上大家也都在這一個拼比 對 進入最後階段了 那為什麼川普前兩天 他還罵FDA 延遲疫苗的研發制度 為什麼他那麼緊張 大家知道現在開始夏天 已經立秋了 現在開始要秋天了 那你看這個疫苗 這過去第二波 在疫苗第二波爆發 在全球各地 包括美國 你看這個疫情的case 其實比第一波還增加的 那我們可以預期說 接下來第三波會不會又比第二波高峰更高 這其實是川普擔心的事情 因為現在降下來之後 未來會不會再往上 這關鍵要制這個標 當然就是要疫苗 那看到旁邊是死亡人數 死亡人數是比之前降下很多 因為有很多藥 包括瑞德西韋也在用了 所以如果要是來制這個標 要是來制這個標的 那制本的就要看這個我們的疫苗 我們看一下疫苗不只美國政府 還到處搶購 我們可以發現日本政府 我就是去調查一下 那個日本政府對於疫苗採購 其實他們花很多在買 他們也買了一堆 莫德納的這個疫苗預購 還有另外幾家 輝瑞他也買 牛津大學他也搶去預購 所以你說這個先進的國家 包括美國 包括日本 大家現在都在搶疫苗 搶疫苗之後 我們知道疫苗商機率限大 那究竟現在 我幫大家更新最新的 到底哪幾家有機會 這個是 這個是國際的外媒 列出來的網站 它這個黑色條狀 是代表誰可以真正開始供給 供給疫苗出來 開始可以量產出來的 你可以發現 現在領跑第一位 當然是牛津大學那一支 他現在是第一名 接下來莫德納 是有機會第二個推出 但是這個表上最重要 我要再提醒大家 你有沒有看到輝瑞 他有沒有看到江森江森 就是嬌森跟輝瑞 這兩家大廠 其實關鍵我們知道 我們一開始在研究 疫苗廠的時候 都是小廠跑在最先 可是大廠一開始 告訴你說 我要先謹慎的評估 所以我們知道 大廠會比較謹慎 可是大廠在謹慎 開始丟入資源之後 他的速度反而是比 很多小廠疫苗還快的 這些大廠都 包括輝瑞 包括嬌森 都已經進入到 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所以我覺得看好 是後面這幾個 大廠的實力 畢竟是不容忽視 我們看下面這個 這個就是嬌森嬌森的新聞稿 他怎樣 他已經收到了 美國政府一億美元 發現十億美元 一億劑疫苗的訂單 而且嬌森嬌森 接下來要在全球展開 六萬人次的 這個實體試驗 這講美國政府 預購他的產品 對 就是 對 不只買摩托 川普很簡單 川普是誰有機會 我就跟誰買 我都先買好 那六萬人是全球最多的 這個等一下意思可以講 那他在哥倫比亞 也會來做這個實驗 所以嬌森的規模是非常大 再來看 第二個有機會 我覺得大廠像輝瑞 嬌森跟輝瑞 都是全球前十大藥廠 所以他們這個生產之外 機會是比較大 像輝瑞很快 他已經答應大家說 十月底的話 如果我的疫苗通過 我也是可以產出量產 所以我們看到 國際大廠 不管是小家疫情 還是這種實驗十大藥廠 最後這一里路 其實都在很拼命的當中 好 那我請教一下李皮 剛剛這個是老王整理的 牛津莫登娜跟輝瑞 還有嬌生 嬌生都是有可能 今年底以前渴望打症 而且提供 這一個疫苗的幾個標的 可是同一時間 這個全球現在關心的是 香港有一個case 他四個月之前 他曾經染了肺炎 四個月之後 竟然又確診 然後新聞報導說 他前後兩次確診 是不同的病毒株 真的有可能這樣子嗎 有可能 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所以這個案例 仔細解析起來 就是說當然 第一次間隔了差不多 四個月得到兩次新冠病毒的感染 可能就會引起很多人的恐慌 就是說我們的免疫力 是不是沒有辦法持久 我這一輩子都不能國際理由了 疫苗做出來 每四個月要打一次 那還受得了嗎 不必害怕 事實的真相 可能不是這樣子 因為第一個 我們所有的 那真相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那個 那個算不定其中 有一次檢驗錯誤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核光檢驗 也不是百分之百特異性 意思就是說 他有時候會偽陽性 像最近看到那個日本 那個你留學生 我看起來就偽陽性 因為他的那個核酸的CT值 非常的高 病毒濃度很低 然後後來測起來 又沒有看體 那就第一次核酸檢驗有點問題 不過這個可能不太大 第二個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說 又有人解釋 第二個解釋就是 病毒一直在變異 所以他第一次引起的免疫力 不能夠綜合第二次的免疫力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是沒有證據 病毒的變異已經超過那麼久了 可是你看全世界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感染的 只有這個說是二次感染 沒有 他如果有一個變異的病毒 已經穿過你的免疫系統的話 他就會再度發生第二波的流行 當然是很可怕 可是根據我們對冠狀病毒的了解 他不像流感病毒那樣子 即使是流感病毒 他會突變讓你二次 同樣的病毒讓你二次感染 也是差不多平均一到三年的時間 他突變一次 他胺基酸突變一次 變成他的那個樣子不一樣 讓你的免疫系統不認得他 這個不是在幾個月 幾天之內就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香港男生 這一個四個月 也有可能是偽陽性 也有可能 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第三個可能性就是說 他是發生所謂的 穿透性感染 什麼叫穿透性感染 因為我幾十年前就寫了一本書 就有提到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理論 是我講的理論 所以要記住 這叫做免疫相對論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免疫的時候 好像就是一個有或沒有 零或一的一個說法 你有免疫力 你就百分之百不會得到感染 對不對 你沒有免疫力 你接受到病毒就會得到感染 事實上醫學不是這個樣子 它就是會有點 模擬兩肯 你可以想像說 所謂你有免疫力 可能就是說 你的身體裡面有一百分的抗體 那如果是十字病毒進來 五十字病毒進來 你的免疫力都可以去對抗它 它就不會讓你生病 可是你如果 你有一百分的抗體 但是你進來一千分的病毒 你可以免疫嗎 就不行 這叫做免疫相對論 免疫力是相對的 所以我們說 你即使已經得到感染 你如果是不注意自己的衛生習慣 讓自己的身體接觸到太大量病毒的時候 你可能產生二次感染 有一次產病毒 我就這樣演講 演講以後 有一個聽眾就跟我說 離師 你真的講得很對 我以前就得到水痘 水痘就終生免疫 所以他就有一次看到水痘的小孩子 七八個月 他說 我是 你舔劑竿我不怕 你就把那個水痘小孩子抱起來親 然後兩個禮拜以後 他得第二次水痘 水痘第二次 我看不只一個個案 就是說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有的時候會精密接觸水痘病人 太大量的病毒 他會死 即使你有免疫力 這叫做免疫相對論 也會讓你生病 所以你有看過那個末日之戰嗎 電影你沒有看過 反正末日之戰 反正最後一部就是說 他那個主角就是 把一個病毒榮譽 那個把它當作是疫苗那樣子 就把它打到這裡身體 我天啊 你那個 你即使有什麼疫苗的抗體 自然感染的抗體 你把一個存化的細菌或病毒 容易打進去 你不死才怪 因為這個編劑 這個編劑是沒有 免疫相對論的觀念 你說你有病情感染抗體好了 我把一個存化的病情感染病毒 打到你體內 你還是會生病 而且你看這個 這位 這位那個旅客 我覺得他可能是 已經得到感染了 就表示 自己覺得說 好像我已經有免疫 那我已經有 PASSPORT 我是完全不怕你的 所以去遊玩 他就去西班牙玩 一定玩得很瘋啊 他可能也不會去注意自己的個人衛生習慣 這些東西 這個是不行的 即使你打了疫苗有免疫力 即使你的自然感染有免疫力 但是你面對一個疾病的時候 你要非常的注意 像我們醫護人員 你要注意 你是得過水痘 或者是打過水痘疫苗 你碰到水痘病人 還是戴緊口罩 接觸病人以後 一定要好好的去消毒 你就不好好消毒 我問我有免疫力 然後就嘴巴癢癢的 這樣就完了 你會得到第二次水痘 然後面子就會掛不住 這完全是一個面子問題 你有沒有得過第二次流感 第二次藏病毒過 因為你每天都在接觸病人跟病毒 沒有 我是非常的注重這個 所謂的個人衛生的 我看病人之後都一定會消毒消毒消毒 而且我會看說 你這個如果是酒精不能殺死的病毒 我會失洗手 我是感染管治專家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疫苗還在發展 絕對會影響到 今年美國的政治跟選戰 同一時間 中國事實上也丟出疫苗外交 而且優先要提供給 湄公河沿岸的國家 對 剛剛在談到說 這個中共的這個總理李克強 好像沒有 最近沒有現身 不過我們看到 有中共官媒 還是在24號有報導 就是說他在主持一個 叫爛媒合作 這個名字很難念 就爛蒼江跟這個湄公河的一個 中國主持的區域合作 叫爛媒合作 名字不是很好聽 那這個爛媒合作 就是湄公河的國家 總共五個國家 就是泰國 越南 遼國 緬甸 跟這一個柬埔寨 那會見這一個爛媒合作 這個領導人的時候 他這個李克強就釋出善意 他特別講說 這個中國現在在武漢肺炎的 這個疫苗上面的研發有進展 所以他有承諾 說要這一個優先提供給這五個國家 不過他有一個前提就是說 要完成研製 然後並投入使用後 那這樣的一個彈書 到底是不是優先給他們 事實上我認為還是需要觀察 因為第一個先前有消息是說 這個疫苗出來之後 他第一個優先先給解放軍 又給了解放軍之後 接下來會真的就先給這五個國家嗎 其實我覺得這是打問號 如果你優先給這五個國家來講 那可能你中國的這十幾億的老百姓要排在哪裡 那所以這個會有爭議 但同時間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在用這種大打疫苗外交同時 他在南海的動作 雖然這一個我們看到美國加大對他軍事的施壓 那現在他呈現一個似乎還是鬥而不破的一個態度 那表面上換這個放緩 那對台還是強硬 但是在南海的部分 同樣的他配合這個疫苗外交 他近期的北京的這外交部門 動員他的外交人員 這個跟東協十國 那包含剛剛講的這個五個國家在內 都這個私底下在召開會議 那講白了就是在講美國壞話 在這個替美國穿小鞋 那就直接在講說美國根本不是南海區域的一個國家 那這些國家應該要聯合起來 要把美國驅逐出南海這樣的一個區域跟位置 否則他會帶來這個區域的這個穩定的破壞 那所以同時間我們就看到 他這個動作當然就是相對比 我們看到美軍這個現在都在舉行的 在夏威夷的環太平洋軍演 他提出了印太戰略 也同時間在聯盟這些 所謂的這一個南海周邊的一個國家 那在對這一個中國進行所謂的圍剿 所以整個態勢下來我們可以觀察到就是說 中國目前對美國來講 軍事上他還是不敢出手 那他只好透過他的外交的手段 從其他的一個面向包含像未來 我們認為這值得觀察就是說 他會透過疫苗外交 作為他的一個拉攏周邊國家的一個籌碼 去跟美國的印太戰略 去跟美國在加大軍事上面的行動 做相互的一個對峙跟角力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中學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連帶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還有Telegram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我們的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 訂閱分享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的 趕快按訂閱喔